我是小白 今天不是来玩MC的 今天咱们不玩游戏 下说是吧 反正今天咱们主要谈的不是游戏 咱们来谈谈游戏对于人类社会 所产生的这些意义 是一期非常没有节操 不是没有节操 非常不务振 等而让我想一个合适的词 来形容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一件非常牛逼的视频 一期非常牛逼的视频 应该是合适吧 应该没问题 大家知道这个游戏 就是电子游戏 但就电子游戏来说的话 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 以前倒是80年代 70年代出现没有 80年代反正是出现了 那个时候有鬼舞者 那些特别早期的游戏 传奇八业 我哥也一直玩之类的 这些东西 然后游戏在这几年的话 发展特别快 尤其是2000年以后 小白是99年生的 对以前的事情都不是很了解 但是有目共睹的是 这十几年来 游戏发展的真的是非常快 然后就有非常多的人 在质疑这个游戏 对于人类社会 是否真的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家长 我必须要签字 没有 我必须要说 咱们中国的教育 它这个体系 对不对 注定了我们要在这一时期 付出非常大的精力 放在教育的上面 所以说本身来说 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对吧 但是这一点就和 咱们年龄段 好玩的心理 产生了一点冲突 因为咱们年龄 这是玩游戏的年龄 正是打飞着好奇的年龄 好奇的年龄 所以这个家长 他就不乐意了 对不对 你这个电子游戏 你有没有什么屌用 是不是 还影响我游戏 影响学习 差点把我心声说出来了 然后的话 这个事实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就是游戏对于人类社会来说 我说的是整个人类社会 咱们先不说个人 个人留到后面说 是否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 那么首先大家应该明确一件事情 游戏是一个新兴的东西 不是新兴的东西 不是跟中国报也没关系 我是说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 对不对 是这几年才兴起的 那是被世人所不接受 也是非常正常的 包括这个网络 他不被接受都是非常正常的 说是人类的 就好像是科技术点歪了一样 事实上 画画 唱歌 银诗 这些东西 我相信 在人类社会 生产力极其不足的年代 同样是一种 不务正业的事情 那么作为现代的一种艺术来说 画画 已经完全不 不怎么被人排斥了 对吧 虽然说 为了学业的话 经常还是会被排斥的 小白也画画 小白画得不厉害 其实我每年又画这个几万张人物画 但是会被骂 会被骂 画画得特别好 特别好 真的 哪一期 哪一天我出一些画画的视频 给你们看看 就是我画的是火柴人 你们知道吧 所以画的人物画吧 可能会被骂 这个样子 然后呢 那个时代不被接受 现在呢 已经被 大体上来说 已经被坦然接受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游戏啊 它同样是一样 新兴的艺术 对不对 你不能否定 游戏是不是一样艺术啊 就是拿出来玩的 这不 这说的本身呢 就是不对的啊 我觉得 呃 它新兴啊 你爱怎么说它 都是 没有人可以反驳你的 对吧 好像 好像有点 不对 等会儿 让我思考 我需要思考 嗯 我觉得大家 大家应该都懂得 差不多了吧 那咱们这些视频 就到这吧 我真的不知道 自己在说 好的啊 主要呢 我就是想说啊 游戏呢 其实也是一种艺术 只不过它信心啊 所以说啊 还不受这个 社会大体的这个认可 对不对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相信 在那个 我有扯的远古了 是吧 不管它啊 在那个人类社会啊 生产力极其不足的年代 有一个人 他不干活啊 他不种地 他就天天画画 也接受不了啊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然后 厉害 哎 然后说到这里呢 就有人肯定要问了 对吧 这个艺术啊 这个画画啊 对人类社会 又有什么进步的意义呢 哎 我必须要说 科技啊 有很大一部分 这个成果 来自于想象 游戏何尝不是一种 对 未来世界的想象呢 或者说 不一定是未来世界吧 对于未知世界的想象 非常 多 无法在现实生活中 体现的事情 都可以在游戏中去体现 艺术本身就是 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的一样东西 哎呀 我说的好牛逼啊 呃 那么 所以少了游戏的想象啊 是这个 对于想象力的啊 非常大的一个 缺失 啊 游戏是一种 已然 正在成为 一种 不可缺少的 这个想象源头 对吧 啊 咱们玩游戏啊 可以 激发咱们的想象力啊 对不对 啊 人类本身就需要想象嘛 对吧 我们那么多的科技 都是由想象而创造出来的 哎 画作 同样是 这个道理 啊 歌唱啊 这些东西都是这个道理 向人阐述一些 生活中 本没有的东西 正是这么多年来啊 人类一直有这些要素 所以才能 啊 不断的发展 呃 可以这么说 政治 经济 这些东西啊 对于真正的科技发展来说 没有直接的 啊 这个 影响因素 对吧 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呢 少了他们 科技是必然发展不起来的 这是必然的 好 然后说完了这个游戏 对于社会的意义 再来说说游戏对于个人的意义啊 呃 这个游戏的产业在这几年发展的已经非常快了啊 所以说 想找一份以游戏为主体的工作啊 而这难度在不断的下降 呃 听说蓝侠还开了这个游戏专业是吧 那么小白呢 还就是抱着这个梦想 一直在我的路上走了下去 好像是个病局啊 不过不用管他 反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吧 对于一个没有写稿子的这个视频来说 我觉得我已经做得非常好 对吧 啊 其实小白做解说是有些年出来的啊 不是大家在这个B站啊 或者说新关注我的这个游戏频道的这些小伙伴看到的这样 因为小白做解说其实已经有四年了 小白是从初二开始做起的 然后今年是高三毕业啊 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 啊 这个吧 我会一直将解说坚持到底啊 是一个与游戏相关的这个工作吧 我已经将它视为我的一个职业了 而不是说今年是玩玩而已啊 我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个工作 并且呢 如当初一般的啊 我十分的爱它 呃 然后呢 就是这么一期瞎扯的视频啊 我相信以后 谁 那个我相信以后呢 这个关于游戏的产业会越多的啊 因为毕竟啊 是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产业 但是不得不说的呢 又是这个游戏对于人类社会啊 确实产生了一些这个害处 对吧 比如说沉迷游戏的话 确实就不是什么好事情 呃 所以说呢 大家要客观的这个看待游戏 呃 小白以他当职业啊 也有很多人 只是单纯的喜欢玩游戏而已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理性的啊 来控制 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 毕竟人还是要生活的 对吧 正如我以前的节目说的 啊 在游戏里呢 当好自己的超级英雄 回到生活里来 就当好自己的普通人 好 那么这期呢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啊 小白是 随便瞎扯了一起啊 前几天的话 是因为这个 考驾照的事情 一直没有更新啊 所以说呢 以后会多得给大家更新视频的啊 因为小白是真的在深爱着这个解说这个行业啊 游戏解说这个行业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 我是小白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